卓西乡公所办公厅设老旧超过40年 用位在土石流浅室溪流上 腹地小停车洽工不方便 在争取前瞻计划和县府补助之后 投入1.7亿元新建办公行政大楼 15号由县长徐政卫及厢长吕碧贤 圆明会县议员等地方人士进行上良典礼 祈求开工顺利 已经超过40年的卓西乡公所办公厅 在争取多年经费之下 终于在今年动吐 15号举行上良典礼 李璧贤表示 内政部前瞻计划补助6500万元 县长徐政卫大力县政府支持补助200万元 让公所自筹大约1亿元新建卓西乡办公大楼 在完成上良后预计明年的一月完工 将能彻底解决卓西乡多年来 位在土石流浅室溪流上的不安全 以及民众洽工不变问题 从这个大楼毕竟就是我们乡民的 所以今天非常谢谢很多乡亲 很多都自动自发来的 会来参与就是来祝福 徐政卫说 卓西乡新建办公厅设是卓西乡亲长久期待的大事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 崭新的大楼已经完成出行 在半年就可以完工启用 相信未来宽敞明亮的办公空间能够提供民众友善的洽工环境 第一个恭喜第二个祝福 广告四层新建办公大楼占地大约7200平方公尺 卓西乡采访报道